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AutoLab 我是主持人杨阳 最近气温骤降 但是汽车圈却变得越发热闹起来了 随着各大厂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重磅新车 一年一度的广州车展也即将拉开帷幕 与此同时呢AutoLab的经验奖也将在广州同步举办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巧先公布一下三个制驾领域的重要奖项 年度最佳的通勤体验奖 年度最佳的制驾体验奖 以及年度最佳的制驾普及奖的得主 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特别声明一下 本次参与评选的车型都是今年刚刚发布的新车哦 首先给大家公布的是获得年度最佳通勤体验奖的三款车型 分别是Avita11的鸿蒙版 小鹏G6以及问GM5制驾版 这三款车型都是同样支持高速高架以及城区大部分道路的全场景辅助驾驶 Avita11红红版和问GM5制驾版呢都同样搭载了华为的ADS2.0高阶智能驾驶的方案 参考同样搭载了ADS2.0的问GM7 已经实现了不依赖高清地图 且全国的高速高架快速都可以开的进度 那么这两款车的OTA时间应该也不会太远了 而小鹏G6的XMGP呢也同样是不输前者啊 不仅率先提出了去高清地图的方案 小鹏在1024汽车科技日啊也再次强调XMGP 已经具备了全国范围内支持城市自驾的技术能力 他们的目标就是全国都能开 而且全国都好开 下面获得年度最佳自驾体验的三款车型呢 分别是小鹏G6 智己LS7以及蔚来的ES6 小鹏G6在这里则是眉开二度 看来消费者对于他XMGP的全场景辅助驾驶的能力 还是非常认可的 继1024之后小鹏也推出了4.4.0的公测版本 就连北京也支持NGP的功能啦 有体验过的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智己LS7和蔚来ES6呢 目前虽然都还只是开放的城市的高速高架 以及快速路的高阶辅助驾驶功能 不过他们的城市NOA应该都已经在测试阶段了 大家就一起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说不定他们就会突然来一个深蹲起跳 年度最佳的制驾普及奖的得主呢 分别是宝骏云朵 小鹏G6以及特斯拉的Model 3幻星版 怎么又是他 可以说这一次经验奖的制驾类奖 像小鹏G6是出尽了风头了 没开三度 那么说到制驾普及 小鹏选择从开城和AI代价两种模式来同步进行 11月25成 12月50成 2024年扩大是200家城市 明年年底还将覆盖欧洲市场 那AI代价呢 则是更加适合于城市的日常通勤 不仅可以定制路线 还不限城市 全国可用 特斯拉Model 3幻星版 则不用我多说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雷达 只使用了8个摄像头来做感知的纯视觉方案 是绝对的标新利益啊 强大的视觉和数据的处理能力 再加上特斯拉最新发布的V12端道端的技术 更是把大家的期待值全部都拉满了 压轴的宝具云朵零熙版呢 则是搭载了大江车载的零熙自驾2.0的纯视觉方案 支持不依赖高精地图的高速高架 以及城市快速路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 城区记忆行车 以及跨楼层的记忆泊车 循迹倒车等等功能 但是却只需要12.58万的起售价 首次把高阶智驾的门槛卷到了10万级 看得出来中国汽车智驾普及者这个口号啊 他不仅是喊一喊而已 云朵这回是完真的 现在来回复2023年 这一年无疑是智能汽车的内卷元年了 我们一起见证了各大厂商 共同探索汽车科技的无限可能 也是他们为汽车工业呈现了今天的辉煌成果 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这一次的评选结果还满意吗 你们的爱车都上榜了吗 还有哪些是你们喜欢的车型 但是没有被选上的呢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来讨论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